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每次在和好圣事前的良心省茶 都会看到自己的软弱 圣医纳绝在皈依的生活中也有相同的经验 所以在灵修指引中说明魔鬼会用个人的弱点来攻击走向天主的人 现代人重视个人形象 不会让他人看到自己的弱点 相对的就看不见 也不容易接受自己的弱点 把软弱压入潜意识里 这会成为信仰的障碍 造成看不到天主的恩典在哪里 这句字语是出自神操辨别神类的规则 圣医纳绝用战争中扎营侦查对方情知的经验 说明仇敌攻击人的方法 当代灵修心理学指出 人本能地会隐藏自己的弱点 因为弱点让人感到不安全 这是造成灵修无法真正成长的所在 圣医纳绝指出 恶神会在这里工作 猛烈攻击人的软弱 使其无法在灵修成长上前进 但是活出信仰者也提醒人 天主也会在这里工作 如同格林多后书中 主对保禄说的 因为我的德能在软弱中才全显出来 所以问题不是在个人的弱点 而是在于自我认识 我知道自己的弱点 而且学会接受 这会帮助人民聊 在自己的软弱上 不同的推动来自哪里 能够分辨出是来自魔鬼 引入沉沦 还是来自天主 帮助人向上提升 在不同的强度上 做正确的回应 圣医纳绝的分辨解说 帮助人深入意识 并且觉察自己的弱点是什么 以虚荣心为例 其实虚荣底下的渴望 是被接纳和肯定 如果人对天主没有这份认知 他是无限包容与慈爱的 就会在追求虚荣中 持续被魔鬼击溃 无法让天主的恩宠 在软弱中发挥他的德能 也认为了是什么 我看你会在这份认知 是什么 也认为了 我看你会在这份认知 是什么 我看你会在这份认知 我看你会在这份认知